本身這樣出片沒打算出得那麼密 但今天看到這個電郵真的有很多東西想說 她說她叫Cathy 看了Youtube一段時間 實在忍不住想寫封信給我講一下她的感受 雖然有點唐德 她說其實今年到現在年底 大陸這邊的普通民眾大多都已經對香港基本是處於放棄的感覺 覺得好悶好無聊好無聊 真是想放棄就算了 我一開始都以為所有香港人都是這樣的 沒有腦又沒有心肝 特別是身邊認識不少香港的所謂中產高收入高知識的精英人士 一副好串看不起大陸人的樣子 我真的以為香港人已經瘋了 幸好今年九月開始看我的Youtube 才發現很多普通市民的心水還是很清秘的 只是實在心不由己 因為自己住在這裡 即是香港 我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我覺得我可以比較客觀去談談大陸人 對香港的感受 我是土生土著廣州人 七九年生 家裡尤其上一輩都不少親戚定居香港 我自己是醫科的Master 畢業之後去了上海定居 因為工作的關係 經常都需要去到世界各地 大陸 包括西藏、新疆 出差或旅行 即是我說我是看了四大天門 和TVB大的 我自己經歷過六四 蘇聯解體 中國駐藍斯拉夫大事本 被美國人誤詐 工作原因 我會有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 而且一直需要翻牆 我自己也不是黨員 不相信什麼被洗腦的嫌疑 其中一連連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真心可以感受到中國的強大 譬如以前在外國 貴佬見到我們 會用日文和我們打招呼 以為黃中英都是日本人 因為當時日本有錢 全世界到處去 現在貴佬知道是中國 就會跟我說廣東話 他們認為中國人是說粵語 慢慢到了這幾年 貴佬見到我就會很努力 用普通話和我打招呼 因為想練中文 而且類似巴黎的 Child to Go的機場 簡直是法文、英文、中文來標示 到站還有普通話提醒 你就可以明顯感受到 自己國家密密地變化 密密地努力 其實我覺得 香港人不喜歡大陸人 是可以理解的 畢竟在精英教育長大 會覺得大陸這邊很老土很窮 我家裡的親戚也是這樣的 以前小時候過年 很喜歡香港的親戚上來過年 因為很多禮物 下高玩具、巧克力、利是都大風 那時候港幣比人民幣貴 慢慢好像有點變化 正所謂窮親戚變有錢 就特別討厭 慢慢來往少了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 依錦環鄉的感覺 今年年初一個意大利教授跟我說 他說他認識的香港人 都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他會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鬼佬一面好戲的樣子 就想看看我怎麼回答 我當時也有點呆了 不過很快就反應過來了 就回答他其實很簡單 中國人講究落業貴近 無論年輕的時候怎樣 最終都會回歸古土 而且譬如我這樣 我是廣州人 現在都算是上海人 但首先我是中國人 很簡單 譬如哪一天 我在國外 不見證件 我很肯定 我會去中國領事館求助 相信香港人也一樣 我自己有張手機拍攝的照片 超級資訊和你分享 很諷刺的 在大陸這邊 看商十一萬塊買 萬會吃水果炭奶茶 同時我開著電腦 現場直播看著二號橋 好像打仗一樣瘋了 即是香港這邊直播 燒到風火連天 大陸這邊不停賣 香港這邊不停燒 是不是很諷刺呢 說真的真的很痛心 其實大陸人對香港 真的有著掌上明珠的感覺 當作自己拉制的看待 說到底再反骨也好 都是自己親生兒子 那他這裡拍著這張照片 其實就是 電視播出雙十一的萬會 接著電腦在播出香港的直播 其實也是那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在新田那裡 就是 完全沒有交通工具 接著 我那時候就是打給絕文 因為絕文說我在廣州很開心 散步 他說為什麼 一河之間也不要趕到廣州那麼遠 就算是深圳 其實都很和平 但是你過了一條河 就已經完全不同了景況 其實他說到有個教授 就是跟他說 說你覺得自己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 這件事是 我記得以前小時候 就是 回去讀書的時候 就是暑假完了之後 然後曾經有一次 我記得有一個德國人 這個是意大利 是不是 有一個德國人跟我說 他說 就是問到這個問題 你覺得自己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 我那時候很肯定地回答他 我是香港人 那大家還交流了很多 就是 他都年紀比較大 但是我們整艘飛機 十一、二個小時不斷談 就是在說 為什麼我會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 我們對英國是有什麼情意結 他說我跟過很多香港人談 你們都是說回差不多的東西 所以他說他可以理解 那時候我的答案 我想跟大多數的現在黃絲都一樣 就是會覺得 我們都是 我們香港有的東西都是英國給我們 是的 我很久以前都是這樣想的 就是會覺得 現在香港有的東西是英國留給我們的 香港有的民主、法治、自由 所有美好的東西 或者以前的年代 八、九十年代這麼好 都是英國給我們 我會覺得現在香港所有的不好 都會賴在中國那裡 那麼 就是這件事我想是跟現在大多數的 我想很多現在香港人為什麼是黃呢 我想都是這種想法是擺脫不了的 那麼也都 其實這幾天我自己在大陸那裡 都有很多感受 就是 尤其是去到大陸的一些餐廳 看到他們做事這麼悠閒 就是那種悠閒法呢 是我從來都沒試過在香港見過 或者感受過的 就是最簡單就是 就是 你會看到那些人不搶 你喜歡坐邊就坐邊 不會拔到你去另一邊 為了他們方便打掃 員工和員工之間的氣氛是很輕鬆的 就是不會為了撿東西 就走過來是不是都亂撿你桌面的東西 就是你會覺得他們做的不僅有專業 還有很輕鬆 那麼深圳在中國來說的人口密度已經很高了 但是他們的空間餐廳 那些消閒的地方的空間都很大 那條路特別闊 就是 令到我感受到就是 我不會說到這麼老套 說什麼祖國的偉大 但是真的 香港 整件事 就算這件事 還沒發生之前 我都覺得是 很抑壓 還有在 我想在中國大陸 就是 如果有經常翻上去的人都會知道 那些人的情緒 各樣東西 其實都是很平穩的 譬如 我自己和當地一些 你們會覺得 可能很低限的人的職業 的人接觸 例如可能 做按摩 或者是捧餐 或者是你覺得 一些比較低限的工作 那些人的修養 或者你和他 其實說了很多話題 都是可以仿仿意談 他們有點像 我想我早期認識的台灣人 這樣 這件事也是 令到我覺得很驚訝 也都 我想 這個感覺 是我自己 在香港是永遠都不會有 我夠膽寫包單 比如在這50年 香港都不會 可以做到 今天這樣的深圳 已經不是說那個硬件 不是你說 建了多少層樓 還是什麼 而是 真是那個人的 那種 那種舒服 整個城市 那個氛圍 是的 那麼 今天這條影片 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我們又趙 我們會去做 等我 我們會來做 一個下水 快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